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载永结啊 这个赵载永结的过程当中 法藏必须不知道教育了多少五内十恶的人 所以在度你那不是轻松小事一桩吗 是赵载永结不知道实习过多少遍呢 他所有的功德在这六字名号里边 所以你才一念之间就得到功德利益了 那比如说我们有个傻瓜照相机 你啪手一按马上就照相下来 要这么简单 一个傻瓜手一按就能照下来 那是因为人家造这个相机的时候 它的原理 它的研究 它的产品都做了很多了 放那一双 压 啪 成功了 这是你 我们就是使用的 那我们念这六字名号 它就是一个最终的产品 你按一下就得到了 那么容易 对的 比方我们现在用手机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呢 更好理解这个他力的法门 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力的 电视镜里一按 还就看到什么白宫了 再一按 中南海 那为什么他就出来了 这么容易我一按就出来了 我这么笨的人 你看 有的人搞错了 他按完之后他就很稀奇了 说哎呀 真的不可思议啊 我的指头那么灵贯的呀 哎呦 我的好指头 哎呀 我的指头 他也是他指头的功劳 这不是活天的冤枉吗 所以有的人说 那妈咪说哎呀 你看我的嘴多灵啊 我的嘴念得好啊 你看我的心多好啊 我念得很清静嘛 那跟你的嘴跟你的心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也不是一点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就像我们那个 我们按这个电视机啊 就好像我们按这个手机 你看我的手指头多灵贯 不是你指头灵贯 是这个手机灵贯 也不是手机灵贯 是他一个整个大的一个系统 无线电发射 这所有一个系统建立起来 所以法藏比较就多 我们他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系统 师方诸佛都在互念啊 每一个诸佛就是个发射转播台啊 苏佛世界 释迦牟尼佛就是极乐世界六字明号的一个转播台 啊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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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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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对不对 然后他灵贯啊 然后你来念佛了 你我们这个身体什么 不过是一个那个小手机的一个小小小插件 而且呢 把这个那个卡 阿弥陀佛六字明号那个卡 啪往里面放 你这一按他才灵光 如果卡不放进去你按看看 手指都按断了都不行 所以我们说我们念佛网声 不要在自己这边找来看 我念的怎么样 我这个念的声音多好听 我念的多亲近 这个就是只做你 比如说打手机 八二岁的老年人 他可能手畅畅微微的 可能偶尔会按不到那么准确 这个是差一点 但是只是差这么一点而已 所以念佛有的好听啊 不好听啊 念的心里边清爽啊 不清爽啊 定这个比较急定啊 还有比较散乱啊 那不过是打这个电话 手指头颤抖和不颤抖的关系 比如说你的手指头 你很平静很稳定 嗯 按上一个 腰 三 九 他那个呢 颤颤巍巍的 他也按下去 也是腰啊 那我们的心一样 所以散动的根基 就是颤颤巍巍的 但是也念的是阿弥陀佛 对不对 那么你禅定的根基 你念的比较 那个稳定清爽 清晰 但你也是南无阿弥陀佛 不可能说 你有这个老年人手 有帕金森证 我按下去 一三九就成到一三八 那不可能的 你按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跟我们 不要在我们这边想 你念佛都决定往生 所以它叫清白之法 这个清白之法 清净的 所以不够不净 你不可能染悟它的 不增不解 不生不灭 即使你不管什么样的众生 你来称恋它 也不会增加名号的功德 你最要众生称恋它 也不会减少名号的功德 它才是清白之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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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